感謝在座各位的工廠 那相信大家聽了一天也非常辛苦了 那這一場的 topic 是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有關在 IBM 的雲平台 Bluemix 上面 使用 Java 的一些可用的一些資源 那在這個平台上面比較特別的是說 IBM 本身其實在 Java 這方面的資源 那已經超過20年了 那我們走到雲平台之後 其實 Java 也是我們在上面最重要的一個 language 所以我們有一些特別的資源 其實只有在 Java 的 runtime 裡面才有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在 Bluemix 上面 我們在上面如果要建一個 J2E 的 application 透過我們上面的 Java Liberty 的這個平台 我們怎麼樣很快速的去實現 這樣子的一個 可以去開出一個 developer 要的這些 application 環境 那如果只講這些 application 的 coding 可能太簡單了一點 那我們也會把在這個平台裡面 它帶有完整的一個 develop 的環境 包括從 Web 上面的一個 Eclipse IDE 到它背後去整合 GitHub 到整合它的 auto deployment 的機制 然後最後把這個程式可以打到 Bluemix 的這個 runtime 裡頭 這樣子的一個 cycle 會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那介紹完之後 其實 Bluemix 它這個平台 不止是否 Java 的環境 它其實可以狠化很多不同的 language 包括 Java Node.js Python Go 很多的這些 language 那這麼多的 language 我們怎麼去溝通 那目前最 popular 的方式 就是透過 API 的方式 那透過 API 方式 其實可能還是不太容易 那 IBM 在整個就是 雲平台裡面 我們做了一個東西 叫做 Node.js 透過一個視覺化的這一個圖形介面 可以很容易的去整合不同的這些 API 然後最後我們會跟大家帶到一下 像這樣子的一個 API 整合環境 可以延伸出什麼樣的一些變化的一個應用 好 那不曉得大家在座有多少人是真正 有做過 Java API 的這些開發 真正在做 Java Developer 的 那我自己本身是從 大概二十多年前吧 我從 Java 1.6 開始 就是在做 Java 的這些程式開發 那我們當時在 以 將近十五年前 那算是一個蠻大膽的一個嘗試 用 Java 去開發 台灣的一個金融業的一個 Mission Critical 的系統 那我們透過那個系統 我們透過在當時還沒有 EJB 的技術 我們透過 IBM 當時打造的一個平台 叫做 IBM San Francisco 那其實就是後來 EJB 的前身 那我們透過那樣的趨速 去用 Java 去實現這個 Handle 這些 Financial Transaction 的一個環境 好 那在當時我們想要去建 這樣子的一個 Java 開發的環境 首先呢 需要做硬體的採購嘛 先不講那個錢 花了多少錢 首先你可能在硬體採購 有 even 是我們後來在做的一些案子客戶 通常採購一個案子機器 大概花個三個月 也不太奇怪 好 那採購完機器之後 你要把這機器上面的 OS 裝起來 然後到它可以 run 你可能再怎麼厲害 要花個一個小時吧 也許不夠 裝完了這些 Server 的硬體架起來 OS 灌完 還有你的網路 IP 要 configure 尤其到後面你要做到這種 Internet 的環境 你還要去申請域名 申請 IP 這些等等的 好 那講兩個小時 其實有點客氣了 好 那在網上 你要做一個 application 我們是不是開始要把這些 database 裝起來 你要把真正的 假設你用到 MQ 或其他的 middleware 你要裝起來 好 再往上走 把這個 web application server evers 是 web sphere 啊 或是 JBoss 啊 這些等等的環境裝起來 OK 所以就 裝完之後 其實還有一個更難搞的 就是當這些 MQ DB2 要連接到你的 J2E Server 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改它的 server configuration 好 那不管是透過復興介面 或是透過這個 直接去改這些設定檔的方式 那其實這邊是一個更容易出錯 好 更 花更多時間的一個地方 到這些東西都 ready 之後 你可能開始 testing 這些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寫一個 hello world 程式 去測試一下說 你的這個 J2E 環境 web server 是不是通了 它跟 DB 連結是不是通了 它跟 MQ 連結是不是通了 好 那這些都 ready 之後 真正才進到你真正開始寫 code 的地方 好 那所以 即使一個你很熟練 好 這些硬體 軟體都已經取得了 好 也許你再怎麼厲害 七八個小時 你可以config出一個 可以開始寫程式的這個環境 好 這是我過去自己的一個 Rail 的經驗 那這個經驗值其實太理想了 那其實我們正在做 搞一個開發 裝一套這些開發的環境 有時候搞到三天五天 一個月也不足為期 好 那雲端帶給我們 什麼樣的一個大的改變呢 好 我自己從傳統的這些 Middleware的這些team 轉到雲端之後 其實我第一個感受到就是說 我過去在做的好多事情 現在好像變得不太值錢了 我過去很熟悉 在裝這些websphere websphere的configuration 搞一個環境讓別人可以寫AP 可是過去我做的這些事情 現在不太需要 在雲端 我今天開一個virtual machine 好 可能兩個小時 我現在只要兩分鐘不到 好 那我今天要裝 用的是一個帶有db2 webspheremq的這些環境 那我連iS都不用裝了 OS都不用裝了 我直接可以在雲端上面 provision 一個j2e的這些web環境 那我可能比過去 省掉的時間相對的更多 如果 我連這個serverconfiguration 我都不要管 那我今天開出來的一個環境 就是已經是j2e server 加上了db2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省下的時間更多 那其實在這種 IBM這個bluemix平台 其實就是一個典型的這種past平台 它為我們做的最大的這個效益 就是在此 它幫你把一個你可能需要的這些 過去花很多時間做的這些configuration的事情 全部取代掉 我可能在十分鐘之內 待會我們當場可以做一下 就可以開出一個proven robust 可以去讓你繼續做開發測試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好 那 我們剛剛提到說這個平台叫bluemix bluemix在IBM的定位叫做一個數位創新平台 那在這個創新平台裡面 其實我們有非常多的language的資源 剛才有提到 那其實在裡頭 Java是我們priority one的一個support language 所以針對Java Liberty裡面的這些 剛所提到的這些 你要自動的去配置這些db2 或是配置其他的q server等等 但我會提到不只是這些 那就我們的這個Java環境而言 它是support最多最廣的一個run time 其他的run time support也許還沒有像Java這麼完整 那就bluemix上面的Java Liberty 是我們support最好的一個language環境 好 那 往下我們來看一下 那到底這個我們在掌的這個bluemix平台 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可以用 稍微解釋一下 在過去大家的印象中 IBM都一直在跟這些大企業打交道 那都是做一些enterprise的一些開發環境 可是這一兩年來我們sense到 這些新創公司年輕人 他們可能在這個咖啡店裡面幾個人想到一個idea 他只要透過雲端的環境刷個卡 他就可以取得到跟這些大企業 一樣多的這些印算資源 他可以投入很小的這些resource 就可以去開發一個很棒很偉大的一個idea 的一個新的應用 甚至最後長出來變成一個未來的一個大企業 所以IBMsense要說 我們必須要往這個新的這些方向 新的這些innovation的application 這些針對提供屬於這些新創公司可以用的這些服務 OK 所以我們就是打造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叫做bluemix 那bluemix它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用這張圖來跟各位做一個 比較清楚的說明 我們的bluemix這個平台 它其中包括了就是我們真正的實體機房的部分 IBMs在全球有將近40個實體機房 那除了這些實體機房之外 如果今天不在我們的實體機房 你要到一個比方說台灣不在這個實體機房的範圍內沒關係 我們一樣有辦法透過一個叫做bluemix local的方式 讓我們的這整套雲平台的環境 落地到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好 那我們的服務除了這些可以幫你打造這些私有雲之外 我們也提供目前有三個公有雲的這個服務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這個bluemix的環境 大家其實只要連上我們的這個 這些internet上面的網站 就可以真正去access到 今天待會提到的所有的這些資源 那我們現在有三個公有雲的機房 一個在美國的達拉斯 一個在倫敦 然後第二個在歐洲的倫敦 第三個在亞洲的雪梨 那到了明年初 之前我們下一個機房 就是在北京的機房很快的就會開幕 好 那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網上在打造雲平台的時候 IBM完全就是走在一個開放的這個技術上面 所以我們的IS層 會是用OpenStep的技術去打造 然後上頭的這些 你看到的這些PaaS服務 包括這些Java的這些Round Time服務 那我們有兩種形式 一個是以CloudFoundry的形式 去執行我們的這個JavaRound Time 另外一個是以Docker的形式 去執行我們Java的Round Time 其實你的程式只要做一些小小的這些設定變動 主要的就是 如果你是CloudFoundry寫的 你只要在補足一個Docker file 其實你就可以很自由的在 這個CloudFoundry或Stocker中間 去自由的部署你要的這些環境 好 那除了這個IS的環境之外 BlueMix當然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是一個PaaS品牌 所以上面我們有不同Language 包括Java 包括Node.js PHP Python 的這些語言環境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Data Base 還有這些手機的後台等等 待會我們還會再看到 然後另外我們還有兩塊 一塊就是我們因為 定位是一個IP開發的創新平台 那對於開發人員很重要的是 它要有一個teamwork的開發環境 所以我們在上面也有hosting的這個Github 那你也可以把source code放在這個外面的Github網站 或是IBM hosting的這個Git Server 那我們上面可以讓你用 就在雲端裡面 Mative的這個Web IT開發 那你也可以把這個source code 拉到透過Github Git 拉到這個Client用Eclipse 或是用Xcode去做開發 那我們背後配有這個自動化部署的這個機制 待會我們會看到整個live cycle 好 那backend 除了這些開發工具服務之外 我們還有一段今天所有的這些application 不見得它未來都是stand alone在雲去run 它可能會想要跟這些企業backend的一些服務打交道 所以在這個跟後台連結的部分 我們有一些API management的service 可以讓你去建立一個secure subject 跟你後端的像是IBM mainframe 或是SAP系統 或是salesforce.com等等的系統 等等 或是你家裡有oracle mySQL的這種database 或是mssql database 你都可以透過API management 去把這些外部已經建好的資源整合進來 那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最終的目的就是讓你可以去打造 不管你是金融業也好 製造業也好 零售業也好 透過這個平台 你可以更快速的去打造這些新的應用 好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 Drumix上面最豐富的就是 它有各式各樣的這些程序員的這些環境 還有這個擴充的這些應用服務 那包括像是手機的這些服務 你可以透過它去 我們上面有這些做mobile device control為服務 我們有推播簡訊的這些為服務 好 然後在這個大數據的這些方面 我們有像是Hadoop的服務 Spark的服務在上頭 在物聯網的部分我們有ApQTT server 可以讓你的資料 還有我們有將近大概90幾個certified的device 已經proven可以連到我們的這個雲平台上面 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收集到sensor的資料 再把它導入到這些後端的這些database的環境 去做一些大數據分析的應用 那更特別的是我們有一塊叫做 Watson智能化的這些服務 裡面提供了一些像是影像辨識 語音辨識 語意解析的一些服務 那各位今天不知道你們在我們的攤位 看到我們有一位智能機器人鋼彈 那它其實背後就是Leverage很多 像這樣子的這些屬於Watson這一類的智能化的一些API去實現的 好 那因為今天是Java的conference 我們針對Java的這個環境會提出比較多的一些深度的這個介紹 GroomX上面其實有將近100個服務 那我們今天針對Java的部分 很高興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去談比較細的Java的這些 在我們平台上的一些特性 那在GroomX上面的這個Java 它其實有兩個版本 那一個是Java Liberty 一個是完整的WebSphere這樣的一個版本 WebSphere其實在台灣的金融業 其實不只是台灣金融業 應該就整個全球 在整個Mission Critical的這些應用裡頭 它本身在早年它的試占率相當相當的高啊 所以其實到現在還是有不少的Mission Critical的系統 是用Java弄在WebSphere這個平台上面的 但是隨著Java的這個眼鏡 它越來越龐大 後來IBM發現說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WebSphere 這樣子的一個for-function的環境 所以IBM提出了一個叫做Java Liberty 這樣子的一個新的這個solution 那它跟過去對大家不一樣的就是 它不再是一個forJava的support 而是一個composable 可以拆解 只要deploy你想要的這些component就好 那你的long time就可以變得很輕 啟動就可以變得很快 好 那如果你熟悉Java的話 你會知道Java其實背後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這些 Java的這些library 去Java的component去組合而成的 那早期在J2E第一個service就是Java Sublet 到後來延伸的有像是JST、JFS、EJB 然後EJB往後發展又發展出Session Bing、Entity Bing 然後Message Driven Bing、Session Bing 然後一直到現在其實Java的library越來越多了 我這邊放了三個page才把它放完 那你可以想見其實現在很少的Java application 真正必須用到所有的這些Java library 所以WebSphere Liberty的一個想法就是說 我今天在部署一個Java runtime環境的時候 我其實只要選擇 我用得到這幾個library 那這樣子我開出來這個server 就不再像是說我一個for function 可能一G的RAM我才開得起來 但是一個Java Liberty的環境 我可能在256M的環境 可以讓它動起來 甚至於更小的環境 depends on你啟動了多少的這些服務在裡頭 好 那來到我們的這個Bluemix平台 我們上面我們有提到我們 Java Liberty是我們 No.1 RUNTIME的第一個服務 好 那我們如果想要自己來try一下 我們可以連結到我們的這個網站 www.bluemix.net 去註冊一個ID 你在右上角那邊有一個註冊的這個選項 你點選之後 填幾個基本資料 然後那個email confirm之後 你就可以取得我們的這個Bluemix使用的這個帳號 那它會有30天的完全free的期間 那過了之後 你如果只要過一下信用卡 那裡面還是有很多的free tier 可以讓你使用 尤其是Java的這個RUNTIME 如果你的RAM開在512ME以下 這樣子在運行的時候 其實你是永遠都不用付錢的 那超過之後才會開始 擺你的memory的用量去計價 好 那 待會我們會用一個 就是我們Bluemix裡面的這個服務 裡面有一個就是幫你配好的這個Java 加上一個DB 它裡面用的是DB2的community的版本 用這樣的方式去create出一個DB的這個真正的這個RUNTIME環境 好 那你只要點進去這個服務之後 註冊一個你自己的域名 hostname不要跟人家重複 你就可以去很快的create出這樣子的一個RUNTIME的這個環境 大概十幾分鐘就可以create出一個 屬於你自己的JavaRUNTIME環境 那進到這個RUNTIME環境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D4會幫你配一個instance 512ME這樣子的一個RAM 所以你開在這個數量不要去放大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一直永久執行 永遠免費的 那 開好的這個環境 它其實背後裡面 Java跟DB的這些設定 它自動已經幫你做好 你如果進到它的server.xml file裡面去看 你會發覺說 它已經幫你把那個DB需要的這些 Java library 都已經在server configuration裡面 幫你做好的配置 那這個是我們過去在做這個環境安裝的時候 我們一直覺得這是一件很 很花時間很煩的一件事 那在這個bluemix的環境 你可以很自動的 它可以很自動的幫你把這件事情做掉 好 那除了 db2的這個library可以自動配置之外 在我們的這個Java Liberty裡面 它有19個 就是在我們Gluemix上面的這些服務裡面 它有19個 它預設可以認得的環境 所以只要是在它的Document裡面列的這些服務 當你把它add到 手動 就算你不是在第一次安裝的時候 你是事後加進去的時候 它一樣的可以自動的幫你去做config 然後在你重啟的時候 就是我們叫restaging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去detect你加入了什麼service 比方說我現在 剛開始我是Java加db 我現在想要再把mq的能力放進來 那我就是addmq service 它在restaging的時候 就會自動再去改你的server.xml 把mq的library加進來 那你的這個環境裡頭 mq的這些configuration就做好了 你可以繼續往下去做這個開發的這個動作 好 那除了給你這個 一個馬上立即可用的這個環境之外 這個環境其實可以用的 那個能力還不只這樣 那 這邊 你當你真正要開始寫code的時候 通常最煩的就是 一開始我不曉得如何下手 我要先熟悉一下這個語言 這個環境 那就算我很熟悉Java 很熟悉db2 但是我到了這個bremix環境一開始 我可能還是不曉得如何下手 沒關係 它的configuration環境 配出來的時候 它會送給 它會給你一個很簡單的samplecode 你照著那個samplecode去run一下 一來你可以很快的熟悉這個環境 是不是 那是那個code要如何寫 二來 它也間接的驗證 告訴你說 誒我從web到我ssdb的這一段路的configuration 真的是沒有問題 都ok的 好 那當我們想要去 試著access這個bremix給你的這個 加把加db的sample 那要怎麼做呢 很簡單 你只要回到剛剛的這個run time裡面 然後你去點選 這上面有一個叫add git 好它開始 剛才我們配好了一個websphere的run time環境 那你在把這個add git點下去之後 它會幫我們配一個完整的devup的環境 好我們開發的這個環境 讓你可以去開始做程式編輯 好點完之後 你會看到它default會幫你帶到 這個web版的這個ide裡頭 那這個東西你如果進去的時候 你會看起來很熟悉 這個完全就是一個標準J2EE的這些程式結構 上面你會看到你的這個index file 還有這個web content 還有你在寫java source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project它本身也是由 Eclipse分出來的一個分枝的project 那叫做Orient 那只是這個ide它整個是用javascript來寫的 好那我們透過這個web的這個id 我們其實可以直接去編輯我們的這個程式 它的程式能力不只是這樣 好那在這個程式裡面 要再補充兩點就是 第一個如果說你自己還是喜歡用local的eclips來做 因為local的eclips還是有個好處 它在那個codeassistance那塊還是比較強 那在這個上面它的code沒有codeassistance的能力 所謂的codeassistance就是我打一個java的變數名稱 它會把它可能你要用的這些method把它調出來 那它在上頭是缺少了這個能力 不過如果說你還是需要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它上面會給你這個git URL 所以你還是可以把這個saucecode 拉到你的local端的eclips去做程式的這個編輯喔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這個samplecode之前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run的結果 好那如果大家會有時間 我們可以run一下live的這個環境給大家看 就是它點進去之後 點進去它的那個run time環境 我們說它幫你帶了一個samplecode嘛 那這個samplecode可以做什麼 它就是網頁出來之後 它是一個html網頁 上面是有一個grid的物件 你可以直接去上面填資料 當你填完資料按那個按一下 游標移開的時候 它其實就自動save到後端的這個sql的這個database裡頭去了 好 那所以我在這邊我出來之後 我就是我昨天在這個我昨天做的 我在上面打了一筆字叫 叫做HiJavaCon的朋友大家好 好 那填完之後呢 我們就跑到剛才幫我們配好的這個環境去看一下 那怎麼樣進到它的db2呢 我們剛才配好的這個環境底下 就有一個sql database的這個icon 點進去你就可以進到它的管理界面 然後你進到它的database裡頭的時候 其實我就可以真正查到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它真的寫進去囉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支samplecode它的這個整個運作 好 那 以現在的這種我們在雲端的application為例 那 我發覺我在看這些sample的時候 跟我們過去的這些程式style 有很大的不同 早年我們在寫這個java程式的時候 最常用的就是 我們最引以為好的就是我們熟悉這些 EJB啊這些什麼的一些寫法 然後前端包個賽訊病 賽訊病前面再包個JSP的這些page 不過現在的這些雲端的一些應用 更強調的是一些用API REST的方式 那雖然早期也提過很多像是web service的一些寫法 不過到了現在好像那些寫法都被人覺得說 overhead好像太重了一些 那現在比較晚期這些發展的這些 Java上面的REST的API 其實現在也變得非常簡單非常好寫 而且效能非常的好 那這上面附的這些samplecode 都是以這個Java的REST為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它的這個 昂耳機功的這個code裡頭 這裡 好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用那個Java REST的方式去寫的這個程式 那我可以到時候可以呼叫這個 這個URL就可以去執行這裡面的這些Java程式 好那雖然外殼包裝變成Java REST 但是我們過去熟悉的這些Java的這些功力 絕對不會浪費喔 我們只要所有的這些Java的邏輯 在一樣的寫在這個REST所封裝的這個class底下 OK那我們過去的這些Java邏輯應用 都可以很快速的被封裝成REST的API 去跟其他的application去做整合 好 那這個是剛才的那個REST 再往下核心寫下去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真正的這個邏輯部分就是 它去DB裡面 我現在去抓它的這個get那一段的sample code 它就是去DB裡面去把DB的資料讀出來之後 然後轉成一個JSON的format 那個reply回去 好那在這個sample code它提供的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好 那其實我也可以直接去browser裡面去試RUN一下 用這個JXRS寫法去DB撈資料的結果 RUN了一下我們發現說 它真的可以從DB把裡面寫進去的資料抓出來 好那我剛才後來自己寫的那個第三筆的資料 來到這邊它是雖然 它裡面的資料並沒有存的不對 只是從那個這裡的API抓出來的時候 會變成亂碼沒關係 它internal的format是對的就好 好那我們知道透過到了這邊的話 我們已經可以用Java在我們的Groomix平台的這個Liberty runtime裡面 很快速的去寫出這種REST API的這些應用了 好 那在 在這個project裡面 除了剛才的那個Runtime的這個資料 就是application的邏輯之外 那你可能還需要care的是 因為我們Bluemix後面會take care這整個 那個Devup這個邏輯 所以這裡面它還有一個 build.xml 也幫你建好 所以 這個 這一個 這包Java程式到時候怎麼compile 你可以參考這個sample code 好那未來當你自己去改動這些邏輯 去加更多的library的時候 你就是只要調整一下這邊的build.xml 那它應該就可以正確地去compile你的程式了 好 然後 在Bluemix的環境有一個是其他環境沒有的東西 當然build.xml它還是一個很standard大家廣泛在使用的 另外一個是define runtime環境的這個部分 如果說在這個 Bluemix的這個call-fungry環境 它需要define一個叫做manifest.yml的這個file 那如果說是用Docker的話 你就是define一個Docker file 那主要是告訴它你的Runtime環境要長怎麼樣 好 然後 在這個application裡面 還有 就是 我們看到它 剛才我們在Runt那個例子 它會顯示出來 那它其實它的做法 前面的話 網頁就是走JavaScript 它用一個JavaScript去呼叫 我們看到剛才我們在後端用JXRS寫的這支API 然後去做 用JavaScript去完成它前面頁面的這個包裝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是用那個JavaScript的那個XHR 去呼叫我們剛才的用JavaScript那個API 去實現它的這個去跟後端打交道的 好 OK 到這邊其實大家可以 如果說你今天要用Java去開發一個 不管是網頁程式也好 API程式也好 這個Sample Code已經提供你蠻足夠的 你需要的這些範例 去讓你可以去延伸出變成更豐富的這些API訓 好 那 接下來我就做了一個測試 我想要Demo一下就是整個Lifecycle的這個 這個開發 那所以我其中我就在這個我的Workspace裡面 隨便找了幾個字去做修改 那所以我在那個網頁裡頭 我找一個最顯素的字 它原本秀出來這邊叫做JavaDB Web 我把它改成Java.com 台灣這樣子 好我想要做一個測試 測試它的上線的Lifecycle 好 那在這個 剛才的這個編輯器裡頭 這個旁邊就是這個選單這邊 剛才它這邊的第一個鍵是Edit模式 第三個鍵就是GitHub的模式 所以我點到GitHub模式過來的時候 其實我剛才在IDE裡面做的這些變更程式 其實早就被它記錄下來了 所以我這邊其實點進來的時候 我可以知道我從上一次Commit到現在 所有的這些Change 那如果我給它打個註解按個Push 它就做上線了 所以你會發覺說Blooming的這個環境裡頭 它不只幫你省下了 建WebSphere 建DV2 建OS 準備Hardware的時間之外 在一個企業裡頭 一個比較像銀行 都會要求這整個開發Lifecycle的這些建設 版本Control的這些控制 到後面的這些部署工具的這些功能都必須要有 那在Bloomix環境 它連這個GitHub都幫你建好了 你今天配好一個Runtime 它就幫你配一個Project 那所以這裡面的VersionControl的機制 也都integrate在一起了 那我們按下Push 就會串到它的上版機制 你會發覺說這個Tour 我們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都發覺說 哇 我們再繼續一個一個做這些Middleware 那個單獨去賣WebSphere 單獨去賣那個Rational的這些VersionControl 或者是這些上版工具 其實未來這些行業工具 應該都會消失吧 因為現在的這種Integration的環境 其實幫我們把這個Lifecycle的每一個 每一個環節都自動串好 所以當我們剛才在GitHub的那個程式按一個 這個Push的時候 它自動的會把我變更的SourceCode 推到我的這個定義好的這個Build Server環境 它就會去抓我的Build.xml裡面的定義 去把Java程式Compile出來 把我的WAR包打包出來 打包出來之後 它還會接下來把那個包自動的丟到這邊 Define好的這些Deploy環境 那像我們剛才這邊一開始我們已經開出了一個Java Rongtime環境也已經測試過了 所以預設這邊改好的程式 它直接會往我們剛才建好的那個Rongtime環境去丟 那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說 從那個GitHubPush過來的那個Code 它自動的TriggerBuild.xml的這個Script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看到它執行Build.xml的這些詳細的內容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WAR包 它自動幫我們打包出來 打包出來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的把那個WAR包丟給它下一步 然後Stage的環境 那去做這個上線安裝的這個動作 上線安裝的動作 你也可以從那個Stage的這個 去看到說它後面的這個 Directory 是不是真的被輸上去 我想聲音應該是正前排 不知道應該可以出到 這個收音會不會 回應 回應 回應很大 回應 如果 不要脈絲空 不要脈絲空 你不要脈絲空掉 我們在現場說 用脈絲空的回應不太大 好 那我就直接用 我就不用脈絲空了 好 就是這樣來打包出來 好 它剛才有這個程式 透過中華部署 呃 我們去放一下 看看它 就會放到這個時候 欸 真的 呃 就是它 在改以後 接它 按一個部署 然後移入到這邊之後 這些變分都完成了 這邊的這個行程 已經被我從加碼體力 用Stage 開始加碼放開到 你這樣子的設定 好 好 好 回 回剛才的那個儀位的 這個步驟 越去吸引 但是我在這邊去找 那 在Rubyx的Rubyx裡面 有一個 它 欸有一個 放到裡面的環境 可以有一個大大的環境 那我想 越來越多的這些 開發的人 喜歡 用大塊 這樣子的 用環境來進行 那其實Rubyx上面 現在也已經 對大家覺得非常好的 這個事件 那所以剛才的 你鞋號的 這間Code 那些Code 其實 只要做一個想找 的手錶 你就可以 把它 呃 那個Rubyx的部分 從 方方櫃的這個環境 改過去到 八個層的環境 做什麼使用呢 剛才我們在 在 方方櫃的環境 它需要一個 Lubyx的環境 在那裡 那 如果 如果要不要Rubyx的話 你現在雖要Rubyx 但是我們需要 可以Rubyx 好 但是Jush 也要有Rubyx 那這個Rubyx 可以去 你用 Rubyx上面 你的這個Line Line Line 然後再加上 你可以去把它 補進來 好 然後呢 來到Rubyx的環境 這個地方 你的這個選項 這邊有一個 操操區的選項 跟一個 IBM Contenter的選項 那你如果選到 SylentContenter的話 你就可以 嗯 就可以把你整次 改述到 這個 大國的環境裡頭 OK 好 附帶一體就是 我們現在在 環境裡面 我們剛剛提過 我們有Dallas 的Senter 在美國 有能分的Senter 在英國 有選擬的Senter 在 在 這個 嗯 澳洲 那State的那個 需要IBM 站到的 那這個就是 沒辦法 好 那所以其實 這邊 可以很自由的 在大國裡面 或是在 大國裡面 可以很自由的 在亞洲 歐洲 歐洲 這些 就三個三個級的歐洲 把情形補助進去 那 到這邊為止 好 我們已經就是 拉長的 比較大的 嗯 就是在這個 我們公立試試看 看 你不會再加 我們直接交到 好 那 看到我們的 實驗 我們才會 我們現在 我們大概是在 如果大家要出現的話 就是 自己想要去玩 一下 好 好 那 其實在公立試試試看 我們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都要 他當上這個舞台他背後用的是 加把School的技術之腳 他手指腳表就知道這樣是不是太硬的東西 但是其實我剛剛在 從對手上來過來的時候 看到就是我們有一板子上面 詢問大家說 大家的第二轉場裡面 除了加把School來 大家在手持的第二轉場裡面 發覺說哇 加把School真的現在感覺很好 然後我那個加把School的技術 應該不是搭了幾個系列的那種 你工具可以把你的加把School的技術 得到百分之百充分的那樣 那如果去打開的話 加把School的技術用在前段 Cross的學校裡面 你的Sentral code也是這樣子 但是其實加把School的 這個技術現在放在你 把School的一樣的時候 因為有用GIS的技術出來 所以它也變成 在後面的運用 變得非常多 不只是這樣子 這個NodeJS 還可以給光臨到 這些Device 上下的YouTube RX,RX,RX,RX 或是INTAIL 在Zone上面去做執行 它也被破壞 就要在EVICE4那邊 好 它在這邊的DEMO 也是在它雲端上面 在這個NodeJS之上 對付架水 有圖形化的介面 可以去測試我們的這些API 好 那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例子 我們在這邊可以去 拉出一個 這個 對付架水 它本身可以幫忙做一個開口的一個動作 可以去設定說 可能一秒鐘、兩秒鐘或是一分鐘 我要去那個事件 拉出那個事件 或什麼呢 去出效 我們剛才洗的 那個Fluet List 就是我們剛才用的Galaxy的那一個API 去拉當台的Fluet List的資料 好 拉出來輸掉的時候 剛才看到我們城市裡面 是用EVacebook Format的Stream回傳 那所以 嗯 這邊 這次我們會寫出來 我刷它從Vacebook Stream的Vacebook 然後接下來我們開始去 Posting Posting 對裡面的這個Meta 好 然後我們會寫出來再固定 我想要去Posting 它裡面的那些資料 OK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是Posting Rub現在在我裡面 這個大門當中 當我Posting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這個大門好像送出來 它會送給我完整的 這個Message 就是剛才從那個 DVD錄的GetaBase DVD錄 然後另外一個Message 這個Message 這個Message 到這個Message 這個Message 可以幫我Posting出來 那我可以把它 丟到下一個Message 就是大概 我去把它 做一個Posting Posting Posting 然後再提供的第三萬 OK 再聽出來 就變成像這樣子的一個 資料 OK 透過這個 這個Posting界面 好 那當然要不只可以聽出來 接下來 可以看到大家 有發解去的元件 它可以幫你把這個 送到你的手機 你要給電話號 它就幫你送到你的手機來 你如果送到Posting Posting 它可以用IOS Android 這個Posting 送到 嗯 你自己的這個 User的手裡面 如果說 你把它送到Quick OK 那 你的訊息 可以秀出來 你也可以把所有 這些 其他的DataBase 這些具有大數 可以進行你的 提供 比如說 在IOS 這個環境 比較像中間 拉出一個 圓件出來 它可以幫你把 資料繞過去 所以這個 工具 會讓 過去的這些 Stand Oh Pot 很容易的 建設 幾個 可以去 DataBase 很多不同 開發開的 Data 整個處的 更重複的 這些用場景 好 那這樣子 大家想說 這個是不是 IBM的 一種 那 MFORM的技術 其實就是IBM發 把IBM的 多個 C-S-Bike出來 那他們 真的是 RUNWRICE 上 上面加入 一個 DataBase 但是IBM 其實 它製造它的 NORADSourcePont 我們在區塊面 可以用NORADSource 所以你其實可以在 NORADSource 這個 NORAD的 ORG 當作這個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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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 可以看到 400多多 DataBase 那 有一些 像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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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RAP這個軟件你可以看到 我今天要做的路由 我一定有在NORRAP NORRAP M2G的 M2G的這個 grover 然後我們在M2G broker 往下可以接 他才有想過他 譬如有 就是幾種 設定大型的 device 或是 bar space 或者是 interface 那 往上呢 會不會透過這個 或是可以把訊息交通到 這個 手機啊 或是那個 或是 或是 滴滴 那我們的滴滴 也就在 那 這些分析 這些 那我剛才有看到 呃 就 剛剛在看上去的 這個 NORRAP M2G 它是一個 透過的 CISR 或是 它之前 我們也會曾經 標準的一個 NORRAP M2G 好 那 這個環境 我們稍微 變化一下 我父母 那個 到這個 NORRAP M2G 那 我們現在 就在 那 如果說 你資料到 那 我們在 那 我們在 那 那 其實 我們就是把這些 我們就是把這些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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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安裝設備 工具 除掉了 這些工具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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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通過這種物理事環境 我們大家也知道 因此外面傳到有很多的這些客戶 所以我們有一些持續不殺口的方式 可以跟這些產品配合的這個系統 還可以去拿交道 他就多了一層 可以去把他需要的狀況 那如果今天BagEx 也有了四片 現在他們那個價格 他也很清楚 只要透過電腦的到時候 關系列的application 然後加上application也可以配合 可以成到這個遊戲台 那到了下端的這個遊戲台裡面 可以在那邊去 讓他們看到這些 這些系統好處 運作 他甚至於一個這個 一般教育下單的依賴 那 他就是 公共的公司 這個遊戲系列 好 那除了剛才的那個 可以開發這些 開發網路面具之外 那各種台電腦 我覺得可能會做到的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要開發 一個選擇的這個 他網路面具 我們不愛一下 我們自己有更加的網路面具 那不愛這一次 會有更難的 那但是現在在 這個遊戲的世界裡 拿來電腦 你還會生 會有四次的vapacent 那其中一賽 就是他們在發生 其他的就是 如果說 你需要這個 這樣子的環境 你不看 會有尋找到一個 嗯 在 那邊 這一個屬於制服的環境 的話 他可能會稍微稍微 還是進去當面的 可以去見到 這個環境 那這樣子發生這些呢 他可能會 本身 他內 內建的 這個環境 的能力 所以我跟你們說 我今天 我們可以去 如果是在 嗯 有一個 server是對 美國的地區 的這個 操縱作組 所以有一個 server在 各種地方 所以 對工作地區 做組 我們一定要在 新西里 這兩種工作 最後 我們一定要 其實可以抄襲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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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做 一些事後的分析 數據的事後 尤其是可以在 任務裡面的 我們要說 我們要把資料都 抓 不管各種的資料 最多的話 然後 去 在台灣的 裡面去做 分析 那我們剛剛看到 在這個 它上面其實 有把這些 啊 然後 去 那 為了 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要做 然後 就把資料 對成績 來做一些 然後 然後 那 現在我們是在這個 跨的時間 裡面 就是 然後 我們剛才看到 他在做 程式部組的時候 是在 三個隊 有單位 做部組 但是其實 他可以去 夾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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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其實可以 有多一點 一次發佈 那 在發佈的程序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 想要做 我來 再去看它 它可以正對 WebSphere 這個 那個 resource file 就是那個 裡面 打 去做 那個 發佈 今天 只要 假設 我們跟這邊的 是要發佈 主要做到 那 這個 我們自己 這個年級的 時代 會有根本 每一部分 都 這樣子 出信 反正 反正如果說 我們在這個社會的年 假設 總報 利率 不敗 的利率 然後 我們就是 付去到 這個地區 最 你要做什麼 就是 這個 尊重最大 OK 那其實它裡面 有個自動轉移 我們在進行自動轉移 它可以 幫你把 那個 裡面的 英文的 自動轉移 成的 那 你在付出的時候 你 在這個地區裡面的 這個 就可以 是 處理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設定 好 那當然 如果它覺得翻得好 不翻 沒關係 你只要讓它 標榜是不是要做它 或者是可以全翻 它下次會有金額 所以 它下次會不會用 你可以把它的這個轉移 再去做 這個 那個 標榜Risos 這個轉移 這個轉移 就能做 好 那就是 這些技術聽起來 好像 不是太困 但是過去在沒有人的環境 沒有溢水的環境的時候 你要把這些東西 整個都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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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最後 大家 看見面的經歷 這個 我們在一個 單人的展示攤位 進入來 就是 面對當中 最多 周邊的這個攤位 展示了一個 當代的機器 它 除了 可以看它 手腳 對手之外 講法之外 它最重要的 為什麼 它背後 沒有運用 我們在這個 市場面的這個 刮傘 做得差不多 它 所以當它 收音到這些 收音的時候 它是收到 後關的 這個 大 後果病 剛才看到這個 那 那 在這個 機器人裡面 我們需要做 控制的 技術 就用 那 需要 這些 分析的 這些 換一些 AVI 就是有東西 然後 所以 最後 我們 就是 透過 這樣子的 機能化 這個機器 那 這 對 在 現在 大家 相信 那 其實 背後有很大 大力的 很大力的 我今天 都要 製作價值 所以 要 更多的技術 來做 其實 現在 一個 就是 在背後 製作 這 就是 好 那 那 最後 或是 這個 實在到時候 大家可以 可以去 所以如果有興趣 來製作動什麼 看 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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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說 像製作用機器人 好 大家可以 試著 這個 這個 那個 網站下層 我們去看 他就進去之後 來 製作用 然後 試著嘗試一下 最後 上面 好 那 時間 有點晚 所以 介紹 到這邊 結束 那 如果 這邊 如果 這個 技術 都會來 一些 工作上面 還要 還有 會用上的話 然後 那就是可以跟我們 來面 這個 什麼 那些 在 上面 可以 就是 所有 在做 這些 資訊 是 因為 有 得 高